哇,这里有好多好多漂亮的苗符 这件,这件很好看 来试一下吧 那么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苗符 然后等于老师来给我把那个歪书苗符的歪书给书上 那么现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就是我们苗绣车间的创始人杨本丽老师 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一款苗符 你的设计理念啊 改良的一些思路呢 就像身上穿的这一套服饰呢 比如说这些花纹啊 中间的这些花会是代表着 我们苗组对大自然的一种热爱与保护 然后呢边上的这个花纹就是 弯弯曲曲的这些就代表着 以前我们走过的迁徙的一些历史路程 然后呢绿色的就代表着长江 红色就代表着黄河 对然后呢像这一套衣服的话 我们是感染过的 以前我们的传统的服饰呢 是前面的这一块 是必须要放在这一块上面盖着的 现在呢我们是再把这一块露出来了 因为现在要符合很多年轻人的审美啊 这些方呢我们也会在上面做一些稍微改变 但是呢我们自己最初的这些文化呢 我们还是要把留下来的 听上去就是把中国的地图 还有苗族的历史故事都秀在了这一件 苗服里面超级好看 对